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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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啊 破了你一身 我家店铺就在前面 你要不跟我回去换一身衣裳吧 衣裳都试成这样了 不如就听这个歌了吧 那就劳烦夫人了 咱们走吧 走 我夫妻要见到你们啊 一定倍感亲切 来 跟我来 你冷不冷啊 要不我帮你拧拧吧 不用 到没到啊 咱走半天了 姐姐 这不到了吗 就这儿 就是这儿了 当家的 来客人了 我把我把你去放 这就是我们家店铺 当家的 这是我刚才在路上 遇见了几个朋友 我不小心把她衣裳给弄湿了 就带她回来换一家的 还是这么独猛 姑娘请见谅 不好意思 先生 方才偶遇嫂夫人 叨扰了 几位可是中原人士 我们是从中原樊京来的 在下离家数载 日夜思乡 今日见到几位 真是倍感亲切 何来叨扰之说 公子贵姓 在下父姓欧阳 这位是霓裳姑娘 成天兄弟 这是小鹿 那快快有请 请 各位请进 好独特的香气啊 这儿就是我们家店铺 香草堂 要不我带各位看看 好好好 这里啊就是我们家问诊台 当家的就是在这里 给每位顾客问诊 这就是具有美颜功效的香薰丹 你们闻一闻啊 七味特别香 这些是我们西州特有的香粉 没见过吧 这些都是我们香草堂 特制的胭脂和水粉 种类特别地多 我跟你讲 姑娘和夫人们都可喜欢了 这些呢就是我们制作 胭脂水粉的蒸草药材 有天麻 泉草 雪莲 胆木 对了 还有这些 具有药用功效的香膏和香脂 这就是我们家的后堂了 怎么样 不错吧 请问姑娘这脸上可是有伤 先生会也 是意外之伤 虽然姑娘戴着面纱 但姑娘脸上这伤 一在下的出判 治疗已早不宜迟 如若信得过在下 十日之内定让姑娘的脸 恢复有初 十日 姑娘这手伤也有伤 没错啊 先生 先生 您可通医术啊 如若姑娘信任 姑娘这手 在下也可一并治了 先生的好意我们心理了 但萍水相逢 已是叨扰 就不再劳烦阁下了 先生 霓裳愿意一试 霓裳 你可没有试过西州的医术 万一 纵然失败 不再 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可是 欧阳公子 我家夫君当年在梵京城啊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大夫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不必多说 让霓裳姑娘试试也有何妨 在下自从来到西州 见此地的助颜之术极受推崇 其要理奇巧便多加琢磨 其实中医与助颜之术 本就互为贯同 相互传承 况且 一在下的卓颜 姑娘脸上这伤 并不难治 那就拜托先生和夫人了 还不知二位该如何称呼 失礼 在下江平川 这是我的夫人阿苏娜 劳烦江大夫和江夫人了 你叫我阿苏娜就行了 对了姑娘 你衣裳还是湿的 赶紧去换了吧 几位既然到了这里 便是和我夫君有缘 要不就在这儿小歇几日 我们家虽然不大吧 屋子还是有几间的 我夫君已经离家多年 但凡是看着从梵京来的 恨不得拉着每日续八回旧 倒是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 你们的到来 解了他的思乡之苦啊 还是夫人比较体贴 几位就不必客气了 暂且在寒舍住下 您可想好了 要留下来医治 我相信江大夫的医术 既然江大夫这么有把握 那想必肯定不是随便说说的 那要不咱们试试 这儿 感谢江大夫的诚意相邀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不过我们可不会 在这里白吃白喝 稍后我会让小璐 把房钱和饭钱一并交过来 这点小事以后再说吧 几位请随我来 后院请 这边啊就是我们家后院 几位请跟我来 放心吧 什么 我会陪你把伤治好 不论多久 有刺 霓裳姑娘 你就住这间屋子吧 怎么走的 里面有很多衣裳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赶紧去换了吧 这间屋子比较大 欧阳公子你就住这儿 你们俩呢 就住这间屋子吧 有什么需要啊 尽管跟我说 不必跟我客气啊 让夫人费心了 姐姐叨扰了 这才对嘛 妹妹 你脸上的伤 需要的药膏 我夫君今儿晚上 就能熬好 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敷上 我再去给你熬一壶 海棠冬枣茶 对你的伤口愈合呀 非常地有好处 多谢姐姐 那药膏 真的会有效果吗 公子如此关心 想必我妹妹啊 一定是你心上 最要紧的人 要不这样 如果我妹妹脸上这伤 恢复如初了 你便立马娶了她如何 说话都这么口无遮拦的吗 人家就是跟您瞎开玩笑 王爷您瞎开心什么呀 我没有让王爷开心的 你自己说 走 看王爷去 走 瞎开心 王爷开心吗 你很开心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鸡汤 喝点吧 听说前几日你在方氏受了委屈 我去给你报仇 可好 报什么仇啊 我去砸了方氏的店 替你出气了 苏文宇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我说我要去砸了霓裳的店 霓裳已经死了 不管你砸什么 都与他无关 跟我互过 那你说我要做点什么 才能与你有关 才能让你清醒一点 你做什么都没有 给我砸 诺 干什么你们 光剑花人砸我们招牌 有没有王法了 我跟你们拼了 夫人 我跟你们拼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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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方氏封殿却不关殿 有违仇不宴行头会之令 因此派我来上后 把方氏彻底赶出京城 官府并未发文让我关殿 你们苏家 怂恿行头会作恶 我要去告你们 对 我们告你们 你们方氏扰乱秩序 有伤风化的案子 在官府是贝勒底的 你去告 看有没有人理你 进去给我砸 走 来 我看你们谁敢动 走开 我给你们拼了 别拼了 别拼了 都别动 都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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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纠缠 我们走 我家王爷有令 在他回来之前 谁都不能动方氏 舅舅 你们就可以放心了 多谢 多谢 谢谢小秦姐姐 这是王爷让我转交给你们的信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来陆王府通报 我能帮你们的 一定会尽力 那小秦姐姐 那些来砸店的人 咱们就不追究了吗 王爷有令 在他回来之前 不可轻举妄动 让他们也肖战不了几日了 你们就放心回屋去吧 是 是 好 谢谢小秦姐姐 多谢小秦姑娘 开起来 诺 舅舅舅妈 他 是承天的心 承天的心 原来承天和霓裳他们 真的还活着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西州 同欧阳公子和小鹿一起 太后 太后 承天还说 他们在西州 遇到了一位中原大夫 离诺这能给霓裳 治好手伤和脸伤 霓裳连怎么受伤了 看来 他们是真的遇到杀手了 承天和霓裳 他们能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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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的伤何时能好 妹妹别着急啊 我父亲说了十日之期 这不还没到吗 药上好了吗 已经上好了 你了 先热高再冷高 间隔一炷香的功夫 知道知道了 这点小事都有你提醒 那我这个神医娘子 岂不是白当了 那药熏灯呢 点上了吗 差点给忘了 该打该打 好 顺便取熬一碗山菊羹来 嗯 知道配什么吗 配 海 海棠早茶 早晚服用 去吧 我先去了 谢谢郑大夫提醒 嗯 那人行事鲁莽 让姑娘见笑了 姐姐心地善良 说话爽快 霓裳甚是喜欢 那人虽不拘小节 但为人直爽 待人大方 姑娘有什么需求 尽管找她便是 多谢 这雪莲膏刚刚制成 姑娘就砍上了 看来这是有福之人哪 这雪莲膏 可是用雪莲花制成 正是 原来花也可以制成药 花草皆可荣耀 正如那棵果树 当它是花时可伴美 当它是果时可充饥 无论是花还是果 存在当时 都有它的用处 是小女侠爱了 多谢先生开导 您果真是有大智慧之人 哪里有什么大智慧 如果是和这些花花草草 相处久了 有些看物罢了 先生本是大夫 全胡即逝 如今 却跟这些花花草草 香膏枝粉打交道 不觉得大才小用吗 大夫这个行当 姜牟恐怕此生无缘了 别说从医 来 对 这个东西 换给我 换你带 换给我 换你带 那是我的母亲 生前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但我不恨他们 我只恨我自己 救命啊 儿子 那个因我的食物无堪患的孩子 你都保佑的 当年只有十三岁 我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permanence 喂 麻松那做了一事 我便和他来到了西中 我发现西中有许多 奇珍异层 是我在中江从来没见过他的 于是我便追踪和记载 像天山雪园 它除了能调节妇女疾病之外 也可以助盐增回 还可以为皮肤提供屏障 免受日照的侵蚀 还有薰衣草 除了能安神助名 还能滋润皮肤 还有咱们常见的落叶松 可以加入骆驼油脂 我成粉 制成咱们平时常用的冻床膏 你会听得很无聊吗 不会 阿苏娜将我从死亡别人拉了回来 与我相知相守 这是老天爷给我重生的机会 我擅长药理 他擅长助盐之道 于是我们便一起开了香草堂 将药理与美颜结合 如能造福大众 也算是我的赎罪之路了 要说遗憾 可能是我这辈子 再也回不去中原了 倘若我研制的这些助盐中药方子 能够在中原发扬光大 那我江平川此生也无憾 小主 上啊 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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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陆 上 上 上 小陆 小陆 你怎么这么笨啊 承天 你是傻吗 小陆 你这 你这不行啊 小陆 小陆 你给我争口气 洗衣上去 小陆 你给我争口气 小陆 你怎么这么傻啊 小陆 承天 小陆 你怎么这么玩 那么笨 洗衣上去 洗衣上去 小陆 上 上啊 小陆 洗衣上 小陆 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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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好帮先生熬药吗 怎么玩起来了 王爷 我都不是抓个玩物嘛 也给霓裳姑娘结起味不是 正准备给霓裳送过去呢 对 好心 给您也抓了一只 我 我 快给我看看 走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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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事 王爷 王爷 回去请姜大夫 好好好 好 王爷 王爷 大夫 我家公子怎么样了 欧阳公子 应该不是第一次犯头痛了吧 自从那年我家公子被撞到头 便失去那段时间的记忆 就会头疼 那就没错了 公子的头痛啊 应该与失忆有关 估计 是被什么事物给刺激到了 刺 刺 刺 我们刚才就是在玩蛆蛆啊 对啊 难道是因为蛆蛆 在失忆的那段日子里 公子应该是经历了 与蛆蛆有关的事情 令他记忆深刻 可别不用紧张 如若信得过在下 在下想用针灸 来唤醒公子的记忆 先生 我家公子 拜托您了 拜托了 我必全力而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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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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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咱们找不到了 你醒来啊 包子 你这么爱吃包子 那不如就叫包子好了 霓儿姐姐 你的眼睛里面有我啊 你眼睛里有我啊 我的 你认识吗 山茶花 真美丽的花啊 霓儿姐姐 你好美啊 包子 如果有一天 霓儿姐姐 要是让你离开我 你会不会恨我吧 包子才不离开呢 霓儿姐姐的家 就是我的家 包子啊 包子 你不记得我 你以后也要记得我 可能都忘了我 好 包子答应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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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这些花开得多好啊 即使它们那么渺小 也努力在这个世上开出自己的模样 你可还喜欢 像山茶花一样好看 王子 你深处手掌 累在你掌心开花 霓儿姐姐 活摸巍巍那边角 陪我看月亮 她记得我们并肩的模样 哪怕岁月张狂 眼角染风霜 她照过点笑不忘 宝泽 终于回来了 陪我上的星空 万丈 这些年 你受苦了 都是包子不好 包子瞎子 再也不离开你了 包子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我差一点就再也记不起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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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包子 来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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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 哪怕岁月猖狂 眼角染风霜 都是你怎我的汤 你这么多年来 四处游历 交友广阔 就算不回京城当王爷 也可以回得逍遥自在 那为何还要回去呢 这便要看你 是如何理解逍遥自在这四个字 只要心中自在 那便是真正的自在 若心中不自在的话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都不自在 这段日子 有时我会伤心难过 让你们也跟着担心 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一点情绪都没有了 你尽管伤心难过 我们没有人会怪你 多谢王爷 我不许你与我这般胜负 以后不必言谢 若真要谢的话 就去写成天吧 他呀 在我面前 就像是一个 一直要把你保护在怀里的 老母亲似的 这就对了 多笑笑才好看 我脸都这样 还谈什么好看啊 不许你 本王说你好看 你就是好看 天无绝人之路 你的手 也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摸手干吗呀 没摸你了 你 我先看上呢 我也看上了 怎么着 你喜欢啊 我喜欢啊 你也喜欢啊 我也喜欢啊 那 上给你 走吧 走吧 今儿也真够签 那面剧眼 我觉得看着挺好玩 挺特别的 我得得挺深的 你也不会有煩事 这是一个 都没用 你不要 我吃了 吃了 上飞了 你就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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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的疤或许是永久的 我不想让你失望 欧阳公子 你瞧 你瞧 转眼间 你们在韩社已住了十日之间 明日就要离开了 在下备了些薄酒 为你们奸行 这些日子 长蒙先生盛情款待 在下心中着实感念 若下次再来西州 必然第一个来探望先生与夫人 在下也盼着早日与公子重逢 不知夫人与霓裳姑娘 为何还不出现呢 公子莫着急 女婿 相信你 谁 将生 打开了 要是 你怎么着急 利利盖 来 你 س绢了 就这次 我来 再上 然后赶紧 来 死了 再说 你好 你说 acerca的 你辛严 你辛严 你脸上的疤痕 都没有了 太好了 这也太好了 太神奇了 是吧 手也好了 这 这也太神奇了 先生夫人 受霓裳一拜 姑娘这是何必他 霓裳有个请求 望先生成全 姑娘胆说无妨 我想留在香草堂 拜先生为师 妹妹 你这是 霓裳此次见识到 朱元树之神奇 顿生亲近之心 又听闻 先生不能回中原之汉 若小女将朱元树 带回中原 便可将香草堂 继续发扬光大 还望先生跟夫人成全 霓裳姑娘诚心拜事 愿先生成全 在下愿一同留下 但凡在下能做之事 先生夫人尽管差遣 我们也愿一同留下 先生夫人尽管差遣 多谢姑娘太爱 但是在下才出血浅 从未有过收徒之年 恐怕又让姑娘失望了 夫君 妹妹 我也想你留在这儿 可我夫君的脾气 我是知道的 她说不行就真的不行 你快起来吧 来 你们也快起来 来 先生既不愿 霓裳也不抢人所难 但还请先生收下这个 这个 太香 太香 太香我去世的娘留给我的 霓裳手艺笨拙 还是听先生的描述 才做出这个 定比不上老夫人的手艺 但还请先生收下 聊以纪念 来来来 大家别站着了 赶紧的吧 饭都凉了 走啊走啊 快过去吃啊 大家都过来坐啊 来 快坐下 快坐下 给你们讲啊 这些饭菜可都是 我们西州的特产 可好吃啊 像这个 来来 夫君 走 我们吃饭去好不好 你们怎么都不动啊 倒酒啊 倒酒啊 赶紧把酒满上 所有这些吃的 可都是我们西州的特产 你们平日肯定吃不到的 快尝尝吧 这酒是我们家自酿的 来 妹妹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姐先干为敬了啊 再来一杯 少喝点 你喝多了明日拜师一时 谁来掌握 谢师父 谢师娘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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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多谢先生 这是我的荣幸 阿苏娜姐姐 有什么事尽管分布 我哥俩全包了 对 我们什么都能做 对了 欧阳公子 我家有两个小孩 以为他们读书啊 这是你负责啊 好 在下一步人死 至于你们两个嘛 我家也没田没地的 更没有杂物 可以让你打扫 不过这儿有棵树 以后浇水啊 施肥的 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好嘞 好嘞 我们绝对活动能干 我哥俩干了啊 妹妹 你当真愿许 我夫君毕生的心愿 就是让这中药助言方子 走出西州 回到中原 毕竟这药方子的根基啊 来自于中原 不知道 你能不能担此重任 师娘 放心 从今日起 师父之愿 就是霓裳之愿 不是 你们 师也拜了 请也请了 谢也谢了 咱们要不就 吃 吃吃吃 吃可以 但是雨头住师父家 你可得喂一下刘晴啊 给养得起吃了 快吃吧 快吃吧 快饿死了 赶紧吃吧 来 尝尝这个尝这个 这个好吃 师父今天开心 多喝点 来 大公主 吃一个 小路 吃块饼 你尝尝这个 这个特别好吃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好 师娘 救您杯酒 好嘞 好嘞 船 给我加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 小路碰一个 不能喝的哟 好 霓裳姑娘本就发容月貌 举世无双啊 你是特意来笑我的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起霓儿姐姐了 还记得在谢家 包子曾经说过 霓儿姐姐是这世上 最美丽的女子 怎么了 可是我的爹娘 和哥哥 都再也回不来了 谢家一案 我一直心中有愧 我始终相信谢家 绝对不会是做出 那样事情的人家 谢谢 谢我 谢谢你的信任 诚信在我们谢家 是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 他们的民间 怎可如此就被玷污 我的父母和哥哥 真的死得好愿吗 你别难过 只要你好好活着 总有水落石出 替他们沉渊昭雪的那一日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学好本事 然后回到京城 找出陷害他们的振兽 大家都在 吴云遮阅 花开沉雪 此生亡不断是离别 愿长情泪笑一干 无邪与你再相见 要望多少星光 穿多少风扛 才能一身滚烫 要借几份无双 随多少愿望 再留住山峰 只愿此生不负所爱 哪怕烟花中离散 长夜漫漫 我无悔无憾 还需要多少勇敢 多少你愿爱 只愿此生不负人 过后你的流亡 一切 等言语又默默 都尽了 可陪我 尽手尽端 可陪我 可陪我 等天 再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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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